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下面有个高赞回答说 物质极简 圈子干净 内心风盈 的确 一个人的生活越简单 心灵往往越轻松自在 正如杨将所说 简朴的生活 高贵的灵魂 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时光一世 容颜一老 唯有内在的素养和气质 能够伴随人的一生 生活中总有一些女人 不喜欢社交 也不爱化妆和打扮自己 却能保持优雅的姿态 越活越精彩 这样的女人 往往会拥有这三种命运 一所谓的朋友 所谓朋友 有时不过是名义罢了 许多人即使家庭朋友一大堆 心里却还是空落落的 这种孤独感啊 贯穿人的一生 尤其女人到了中年 才发现真心的朋友少得可怜 有个朋友 阿琳 之前总和闺蜜 形影不离 吃饭逛街都在一起 可时间一长 她慢慢发觉 对方表面上热情开朗 背地里却经常说她闲话 这让阿琳彻底寒了心 才明白世上所谓的友情有多脆弱 而更可笑的是 不少女人还发现 丈夫不可靠 娘嫁也指望不上 人际关系到头来 不过如此 身边真能称得上朋友的 不多 甚至亲情也未必靠得住 既然如此 那倒不如多花点时间自己待着 少点社交 多点清静 孤独是常态 别太纠结 也别高估友情 二孤独的守望者 不社交的女人 如同独自守望着 一座寂静的城堡 她们将自己封闭在 狭小的世界里 与外界的喧嚣和热闹隔绝 没有朋友的陪伴 没有社交活动 带来的欢声笑语 生活变得单调而沉闷 在漫长的日子里 孤独如影随形 她们或许习惯了 一个人的安静 但内心深处 却渴望着一份 温暖的交流和连接 然而 由于缺乏社交的勇气和技巧 她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自己却在孤独中徘徊 不化妆 不打扮的她们 也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在这个注重外表的社会里 美丽的外表 常常能吸引他人的目光和关注 而那些不注重自己形象的女人 很可能在人群中黯然失色 她们或许认为 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 但却忽略了 外在形象也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 没有精心打扮的外表 她们很难在第一时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因此错过了许多可能的机会 三则静交际圈 拒绝无用社交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很局限 要想活得自在 便要学会做减法 学会筛选 不能在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浪费精力 要记得 层次不同的人是无法融合在一起的 闺蜜珍珍便活得自在而快乐 有一次我跟她通电话 正式聊完后 我问 听说你们医院有两个男医生 为一个90后小护士打起来 有这事吗? 珍珍说 我没听说过啊 我笑着说 反正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 过着与世隔绝的自在生活啊 她笑了 不紧不慢地说 年纪小的时候 就喜欢跟朋友们聚在一起 没事瞎砍 现在年纪大了 反而喜欢安静 这一年 我发表了两篇论文 晋升职称有希望了 修身养性 过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心想 的确如此啊 到了一定年纪 没必要把时间 消耗在那些无谓的社交上 不断提升自己 才是王道 如今的社会 凡事都讲究价值交换 就算你有了人脉和资源 可自己一无是处 别人也不会 把你当作朋友 只有拥有对等价值的人 才能真正彼此扶持 相互成就 崇尚简约生活 拥有风盈的灵魂 张爱玲说 我们各自都住在各自的衣服里 衣着打扮 能看出一个人的风格和品味 展现她的生活态度 不喜欢穿衣打扮的女人 往往崇尚简约的生活 对自己有充分的认知 不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她们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 常常过着朴素的生活 这样的女人 有着风盈的灵魂 无需任何外在的装扮 也能过得自在舒心 邻居张奶奶 就是一个非常低调朴素的人 对于物质 她没有太多的欲求 一日三餐 都是粗茶淡饭 穿衣打扮上只求舒适简单就好 有段时间 她身边的女性都在赶时髦 穿得艳丽夺目 吸人眼球 不化妆 不打扮 不社交的女人 生活往往会变得非常单调和枯燥 她们可能每天都过着重复的生活 没有任何新鲜感和刺激 没有了美丽的妆容和时尚的服装 她们可能会觉得生活失去了色彩 没有了社交活动 她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无聊 想象一下 每天早上醒来 面对的是一成不变的自己和单调的生活 没有任何期待和惊喜 这样的日子久了 很容易让人产生厌倦和疲惫的感觉 而那些注重化妆 打扮和社交的女人 她们的生活则充满了乐趣和活力 她们可以尝试不同的妆容和服装风格 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她们可以参加各种有趣的社交活动 结识新的朋友 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人的时间有限 与其把精力消耗在繁琐的社交活动中 勉强自己迎合众人 不如享受一个人的静谧与自由 真正聪慧的女人 都懂得与纷扰保持适当的距离 告别繁杂的社交 致力于自己的世界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穿着打扮 能反映一个人的心境和态度 彰显她的价值观 不注重穿着打扮的女人 往往追求质朴的生活 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 不易受外界的干扰 她们没有华丽耀眼的外表 常常过着简约的生活 这样的女人 有着丰富的心灵 无需外在的修饰 也能过得惬意满足 拥有这三种状态的女人 往往是内心充实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的中年女人 她们选择不进行无效社交 不打扮和不化妆 往往是因为她们知道 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比起那些 还重视身外之物的女人 她们活得更加通透 也更加幸福 人到中年 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 不管生活有多忙 压力有多大 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也需要关爱和照顾 偶尔化个妆 打扮一下自己 出去和朋友聚聚 也许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咱也不能因为一些挫折 就自我放弃 要相信自己 还有无限的可能 找到自己的爱好和追求 让自己的内心 变得更加富足 这样 即使我们不社交 不化妆 不打扮 也能过得很幸福 总之 人到中年 我们要学会爱自己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不要被年龄和生活的压力所束缚 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 我们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不过